哈喽 大家好 我是屏幕啊 现在大家看到是农业啊 是立川甲啊 十页底十一页出师的 现在已经成小果了啊 然后有一些也是在开花啊 我们也修剪过了打顶过了有一些 大家看一下 大概输这个三分二以上上面的啊 底下这些现在是小果 目前的话 大家看一下 啊 来的话也是蛮多的 啊 最近呢 很多荔枝在爆花啊 可能是 特别是妃子孝 可能今年有些人 有些种植户 有些农户爆花太严重了 这边那都是熊花或者雌花啊 太严重了 然后它就没有什么果 啊 今年可能有些人啊 不是丰收啊 是 产量特别低 今年 因为它的花都是熊花多一点 一尺开草木爆满 特别大家看到了 现在很多人都在发那个荔枝爆花的情况啊 做果力应该特别低了 啊 这个是龙眼是磊酸甲的 大家看一下啊 基本上如果你要撕的话 啊 这一棵树大概是1.2到1.5斤 您啊 溶于水再淋 倒在树头 离树头1.5米左右 或者1米左右 啊 然后后面保持一周内 那个土丝润啊 两三天来淋一下水 啊 如果你树树越老 树冠越大的话 啊 量多一点都可以啊 基本上你1.5到1.8都可以 如果你树特别大的那种啊 像这种呢 就是比较大的 其实吃1.5啊 或者1.8都可以 反正这种大树的就是多一点 但不要太多啊 目前的话已经小果了 应该再过90天 大概90天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6月份 或者5月5月底6月初中下旬这样 中旬这样啊 就会可以摘果了啊 这个呢 这些呢 就是啊 熊花这种 目前开来是熊花就是有一丝丝丝这种出来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种一丝一丝丝出来的 那种一丝一丝出来的是熊花 雌花的话是 雌花了还没见 雌花了是那种 就一条花柱的 这种这种就是六分出来这种就是熊花了啊 今天咱们就讲一下这个是逆双甲啊的情况啊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关注 我没关系 请点赞关注